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怀疑诚意要被这群粉丝抬走了 都挤成这个样子了 诚意也没有生气 看到有果果们递过来的信 也会尽量的去接 看到只是排快倒了也会眼急手快的去扶起来 会去扶快摔倒粉丝 还会温柔的提醒粉丝们注意安全 但是粉丝太多太热情 都把诚意挤到门框上了 我觉得诚意应该是史上第一个被粉丝挤到门框上的明星吧 这样还有人和他说没有男子气概 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 一定要像有些明星一样吼了他才觉得开心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当保安师傅说已经没有走路的地方时 诚意没有发火 而是调皮的学主保安师傅说 这都没有走路的地方了这么温柔又善良的一个人 真的特别让人喜欢呢 昨天诚意刚官宣称为爱普世全球代言人 诚意家的粉丝就把淘宝抖音等各个平台的店铺全部搬空了 连黑子都没想到诚意粉丝的购买力竟然如此惊人 直接破防了 诚意家的粉丝到底是吃巧克力还是吃周边啊 吃这么多巧克力都不怕胖的吗 其实我平时很少吃巧克力的 因为自己比较懒 是管不住嘴又卖不开腿 吃巧克力确实很怕长胖 但是这次诚意代言了巧克力 这是诚意第一次代言零食 还是在2.21官宣 爱姨不就是诚意对一果果们的告白吗 又是巧克力 这不是诚意给果果们的甜蜜暴击吗 就算我怕长胖那也得买啊 但是在正式官宣之前 我还特地上网查了爱普世巧克力 才发现爱普世是来自瑞士的高端巧克力 该品牌的核心理念是终于天然 终于健康 它价的GI黑巧特别经典 适当的黑巧能增加饱腹感 碳水化合物含量39% 这就特别适合管理体重的时期使用了 诚意真的想得特别周到 她也知道果果们怕胖 所以两个礼盒都是她亲自挑选的 A款的黑巧是74% B款黑巧是98% 吃不了太苦的可以选择74% 但我猜诚意肯定平时爱吃98%的黑巧 能吃到诚意亲自挑选的巧克力 还能不怕胖 真的特别美好 之前采访的时候诚意回应我们 说她选择的东西特别难吃的是 她还解释道 其实大部分都还挺好吃的 主要是健康这步 怕粉丝们不相信就代言零食了 让大家尝尝真的好吃又健康 自家的粉丝当然要宠住了 要吃就吃点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